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五月版三国说书频道 话说我们上一节呢讲到了就是说 关于赵云长满坡七星七珠这样个故事 好然后在节目的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讲到了赵云他又遇到了诸葛亮对吧 对诸葛亮的出现呢也就是说 另外一件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就是赤壁之战 话说话说在关渡之战结束以后啊 就是东亚大陆的军阀版图发生了一些变化 相当于相较于相较于关渡之战之前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说 袁绍的势力得到了衰减 以及曹操的势力得到了扩大 当然袁绍的这个残余帝国最终已经 最终是被彻底瓦解了 anyway曹操的势力是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吧 对吧然后原本在袁绍上下混日子的这个刘备啊 也不知道是刘备第几号了 反正他们看着袁绍势力逐渐的衰弱 心里心里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忐忑不安的了 对吧毕竟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 看起来袁绍他是完成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最后只能靠刘备来继承大业了 对吧复兴我们中华民族伟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历史人物就落在你老人家的肩膀上了 然后说回曹操这笔也好 在他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扩大以后呢 终于有一天曹操的本位国和孙权的东吴国之间 因为民族国家发展到最后肯定会有边界问题 然后边界问题就是在曹操的北魏国和东吴的孙权的东吴国之间的边界 就是一条天然的边界杨子江 就在杨子江这条边界上发生了一些擦枪走火的事情 然后原本的都是一些小事情对吧 就像是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国家一样各个国家之间的演化差不多 都是一些起因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然后逐渐的升温逐渐的升温 最终就演变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 当然赤壁之战呢就在这样的逐步逐步的 有小事情引发的逐步的冲突当中升温展开了 然后我们我们伟大的刘备同志啊 在千古奇才诸葛亮的谣言获众之下 他居然真的相信呢 他相信可以借由赤壁之战 曹操与孙权的失礼发生碰撞 然后刘备与温得利 你看这种小说一样的情节 那刘备为什么会相信这种 这个人的阶级地位或者这个人的自身的素质是什么样的 但他说出来的话就是怎么样了吧 所以由于刘备和诸葛亮啊 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嘛对吧 他们都是贫下中农 那所以他们两位的状态是很相似的 他们两位两位的阶级地位啊 两位的这种大脑结构啊或者是都是很相似的嘛 他们两个就心心相惜嘛 所以诸葛亮这样这种随口而来画大饼一样的这种这种故事 或者说编故事一样的小说情节 真的会吸引到刘备 而且刘备和诸葛亮他真的也以为曹操和孙权打仗 然后最后会让刘备于温得利啊 这种事情他们真的会相信的 然后现实当中呢 呃观众朋友们肯定也会遇到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 你比如说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说物以类聚嘛 就是说品质相似或者接近的人啊他会相互吸引嘛 贫下中农之间他会相互吸引对吧 封建领主之间他也会相互吸引嘛 就是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种 他有一种人与人之间 他有一种无形的引力场一样的东西 吸引着就是和你非常接近的人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有的人一看郭文贵他就觉得是个骗子或者混混之类的 那有的人一看他就会被他吸引对吧 这个这个差别怎么怎么怎么会这样 我也没办法解释 但现实例子还有很多啊不仅仅是郭文贵啊 你可以用其他人的网络上还有很多人 你可以用其他人的例子对吧 大家可以试着一个一个去套一套看看 对吧 就感觉就像是一种无形的引力场一样的东西在吸引着 在操纵的 或者说在引导着你去走哪一个方向或者吸引什么样的人 或者被什么样的人吸引 对吧 好我们anyway说回到我们的故事 说回到我们的五月板三国的故事 那在曹操这边呢还是有脑子清楚的人呢 对吧 比如当时在曹操葬下的司马懿 司马懿先生就告诉曹操 这些北魏国与东吴国边境上的这些小事情小冲突啊 最好还是不要扩大演化为局部战争 对吧 因为首先啊东吴国它是一个强国 而且杨子江 杨子江啊 它像是一条天然的边界 就是如今状况是什么呢 话将而止嘛 那其实如果从地缘政治上来讲 或者说从军事上来讲 那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吧 你边境地带嘛 这种冲突不可能没有的 只要有边境 肯定会有边境地带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不对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 对吧 而且司马懿认为啊 就是说对面的东吴国的有个人他叫周瑜 这个周瑜他很厉害的 而且这种人啊 这种人还是不要得罪为妙 对吧 为了仅仅一些小事情 而声温为声温给他声温 声温声温成局部战争以后 你跟动物国开打了 跟动物国开打了 好像对我们北游国也没有什么好处 还是不要打了 对吧 这当然是司马懿个人的意思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时势比人强 政治家在大多数的时候的决定啊 都是被时势推着走的 就是说他主观上的意愿是怎么样的 其实都是不太重要的事情 时势决定了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选择A还是选择B 尽管你想选择C 可但可能C这个选项并不存在 所以说时势比人强就是这个意思 时势决定了 就是现实政治当中发生的事情 实际情况决定了 政治家可以走的路线A还是路线B还是路线什么 对吧 很多时候就是身不由己嘛 政治家就是身不由己被推着走的嘛 对吧 当然曹操我们的曹操也一样了 因为呃官渡之战啊 他打的太顺利了嘛 对吧呃 袁绍太好打了对吧 打太顺利了 或者刘备太好打了 打太顺利了 赢了一点拳金也没有 然后最后的局势呢就逐渐演变到了 尽管司马懿哈 司马懿个人认为打孙拳是非常不划算 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但是北魏国的政治还是决定了燃指杨子江啊 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嘛 anyways呃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发展了嘛 然后呃 话说说回到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样 刘备和诸葛亮呢 他们就是想趁趁机以第三国的身份来下混水墨鱼 这样子的这种操作嘛 所以刘备诸葛亮他们他们就以第三国呃 第三国君主和第三国呃 国师的这个身份啊 来到了孙拳帐下 然后呃 当然名义上是跟孙拳谈节目嘛 实际上就是呃 孙拳在上刘备在下这种不对称结构嘛 然后 他们呃 呃 来孙拳帐下这当然是刘备这个所谓的呃 呃 所谓的阴险计划的这个呃 开始嘛 然后 刘备所谓的这个第三国啊 其实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第三国吧 其实有个没有是没区别的嘛 对吧 你就好像狮子和老虎在打架嘛 然后呃 狮子和老虎的这个战场上有一只苍蝇 嗡嗡嗡嗡嗡在飞 然后这个苍蝇可以自我宣布 呃 呃 呃 强大的第三国对吧 名义上的第三方 但是无论你这只苍蝇怎么骄傲怎么飞 他都不会影响老虎和狮子的这个对决嘛 对吧 他都不会对实际的战局造成任何影响的嘛 对吧 你可以是名义上的第三国第四国第五国 anyway 无所谓嘛 是 呃 说诸葛良是苍蝇啊 其实呃 其实呃 呃 严格的来讲 还是抬举了他们 就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其实 并没有说呃 让以呃 呃 要以呃 达到什么样的政治诉求为目的 他们就是想混水摸鱼嘛 混水摸鱼 然后呃 顺便就是蹭一顿饭 在天天在天天就混在东吴那边蹭吃蹭喝嘛 当然这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了 因为呃 如果 如果你让刘备呃 刘备 藏下的诸葛亮亲自带兵出征 因为刘备藏下是穷的叮当响的对吧 如果你让刘备 呃 藏下的诸葛亮啊 亲自带兵出征 那还没有等到开战啊 就已经先饿死一大半了 所以 呃 能够能够让刘备诸葛亮这些人留在 暂时的留在东吴 呃 孙权的藏下 或者是留在东吴周瑜的藏下 哦 周瑜大将军的藏下 能让他们暂时的蹭吃蹭喝 这一点当然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比任何的什么政治诉求 比任何的什么呃自由民主 比任何的什么什么都重要 就是一定要先让他们趁吃趁喝 先先先先先免得让他们去讨饭嘛 对吧 这一点最重要了 然后我们本集的故事讲到这里 就已经结束了 呃就是本集讲的就是 主要是杨子江这边的战局已经升温了嘛 相当于赤壁之战开战在即了嘛 对吧 然后诸葛亮和刘玄德两个人就采取了一些 非常非常狡诈非常阴险的这种 这种蹭饭的这种计划哦 当然他们心里是认为呃 嗯就是相当于是 东吴和呃 呃北魏两大国之间火拼以后 可以让可以让 可以让刘备余温得利嘛 因为他们他们真的会相信这种想法 这是非常天真的 我们你们都知道两大国火拼以后 最后能够继承的是强者嘛 对吧 然后你不可能你比如说 呃罗马人和加太极人打仗 你不可能让埃及人余温得利 他这不可能的吧 是是 然后本集故事我们讲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下面几分钟呢 我们要讲一下五月版三国的伟大传统 是吧刘彩蛋 呃 这集的彩蛋呢 就说话说话说我们 嗯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伟大的关羽同志啊 啊 虽然也不知道是关羽第几号了 对吧 反正伟大的关羽同志啊 就是呃 现在当下的这位关羽同志啊 在呃 袁绍帝国彻底崩溃之后啊 呃 他就只能一路讨饭 看穷困潮的讨饭讨到呃 呃 讨到了一个叫做呃 荆州这样一个地方 荆州呃 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洗脑教材里面 洗脑三国里面啊 或者说是在中中国人编造的这个所谓的虚假三国里面 荆州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关羽大义是荆州这样的故事吗 anyway 呃我们我们讲的三国当然是不是这样的故事了 然后这个呃 贫穷的关羽呢 贫穷的关羽一路讨饭讨到了荆州这样一个地方 哦 呃 呃这个荆州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是东吴国的这个孙权啊 他为了临时的安置 袁绍及刘备帐下的这些难民 而建立的一个相当于是呃 临时避难所这样一个地方 当然世界上只要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好必定就会塞满了华人塞满了中国人对不对 荆州当然也不例外了 是关羽进入荆州以后啊 呃立马就被骗走了身上仅有的两个馒头 你看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中国人熟悉的手段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